年轻人不知天高地厚 徐少强香港演示界的传奇人物 近日因时大外与北京病逝 终年73岁 作为一代武侠巨星 徐少强的名字早已深入人心 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 他凭借出色的外形和武打功夫 迅速崛起 成为香港乃至华语影视界的顶尖演员 今天我们一起回顾这位 曾带给无数人武侠梦的演员 了解他传奇的一生 徐少强1950年出生于香港 早年对武术十分热爱 凭借天生的硬汉气质和健硕的身材 在70年代末期被香港无线电视台发掘 开始参演电视剧 1978年他在大侠或原甲中担任配角 但真正让他走红的 是1979年的经典武侠剧《天残变》 他饰演的云飞扬 潇洒俊逸 侠义无双 瞬间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 《天残变》的成功 让徐少强迅速走上视野巅峰 他之后主演了更多武侠剧 成为那个年代的当红小生 80年代初他也逐渐转战电影圈 出演了多部经典武侠电影 在大荧幕上他的打戏干净利落 尤其是在南北少林中 他塑造的角色冷峻深沉 身负血海深仇 演技与形象备受赞誉 尽管在电影界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徐少强并没有远离电视剧 他在《天阳明月刀》 《绝代双焦》等剧中继续发光发热 这一时期 他的演技更加成熟 不再局限于正面角色 反拍形象也颇具魅力 展现出复杂的性格层次 进入90年代 香港演示圈的风格发生了变化 武侠题材逐渐被现代剧所取代 徐少强的事业面临挑战 面对这个低谷期 他选择前往内地发展 继续拍摄古装剧和武侠作品 凭借多年积累的经验和扎实的功夫 徐少强在内地演示圈 同样赢得了广泛的赞誉 2005年 徐少强迎来了人生中的 另一个重要转折点 他在婚迎娶了一位 比他年轻30岁的内地女子 两人婚后定居北京 并育有一对子女 尽管年龄相差悬殊 但两人感情深厚 家庭生活幸福 徐少强曾表示 妻子和子女给了他新的动力 让他在事业和生活之间 找到了平衡 近年来 尽管身体逐渐不如从前 徐少强仍坚持拍戏 他的坚韧与不去精神 正如他饰演的那些武侠角色 面对困境从不轻言放弃 即便在患上食道癌之后 他仍然保持着积极的生活态度 尽力参与拍摄工作 为观众留下更多的作品 徐少强不仅是观众心中的武侠巨星 也是后辈演员的楷模 他的敬业精神 对角色的热爱 以及对武侠剧的执着 深深影响了一代又一代演员 即使在今天 武侠剧不再是主流 徐少强所塑造的那些经典形象 仍然被观众怀念 随着他的离世 一代武侠巨星的传奇落下帷幕 但他的作品和精神 将继续影响华语影视圈 徐少强通过无数个角色 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侠义 他的名字也将永远铭刻在 华语影视史册上 徐少强的一生是一段辉煌的武侠传奇 他用一声诠释了侠客精神 无论是在眼目上 还是在生活中 他始终坚韧不拔 勇敢面对一切的挑战 虽然他已经离开 但他的精神将永远存在 伴随着一代代影迷对武侠世界的无限怀念 让我们一起再回顾一下 徐少强的高光时刻吧 你已经出全力了 我还没出力 年轻人 不知天高地厚 皇上御旨 苏察哈尔赛你们父子俩终身刑起 你们只可以当乞丐 我是奉旨办事 来 在 把所有东西搬走 是 乔 乖 乖乖当乞丐吧 来来来 杀 走开 只要明天杀了皇帝 天下就进入我手 荣华富贵 绝对少不了你们的 快 保护皇上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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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皇帝 把你的江山交给我 想不到你这条臭咸鱼都会翻身 是啊 这都是伴你所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